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农历春节刚过 今年34岁的巴基斯坦人万伟 在河南新乡的家里 和中国妻子王娜娜一起 为一场特殊的旅行做起准备 请她们到我们家里来做课 王娜娜的姥姥 也非常重视这次特殊的旅行 她专程从甘肃兰州老家 赶来河南新乡 和王娜娜的母亲一起 帮小两口照看他们的小儿子 四个月大的阿尔巴布 爸爸妈妈代替爷爷 去郑州悦养 去拜访那些爷爷 一个多月前 万伟回到巴基斯坦探亲 离别之际 父亲马基隆将他叫到身边 嘱咐他代替自己去看望 曾经对他们一家有过救命之恩的中国恩人们 万伟一家人和中国结下的宝贵缘分 开始于卡拉昆仑公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为了加深两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协商决定 修建一条连接彼此的卡拉昆仑公路 这条公路全长 一千零三十二公里 穿越卡拉昆仑山脉 星都库什山脉 帕米尔高原 喜马拉雅山脉西端 被评为世界十大险峻公路之一 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 巴基斯坦方面驻入工程非常艰巨 经过协商 中方先后派出一万余名驻入工人到巴基斯坦 和八方人员并肩修路 为了给驻入人员做治疗保障 中方工程队在巴基斯坦 建立了一座简易但实用的医疗站 中国医疗队随之前往 1978年 家住巴基斯坦洪扎地区 帕苏村的万维奶奶比比丽莎 身患重病 饱受疾病折磨的她肚大如骨 四肢消瘦道 暴露着青筋和骨头 巴基斯坦当地医院告知万维一家 以当前的医疗手段 无法诊断出比比丽莎患了什么病 她最多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 这个消息给万维一家 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 为了给比比丽莎看病 万维的爷爷东奔西走 花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这个本不富裕的农村家庭 早已贫困到拿不出治疗费 万维父亲马基隆当时16岁 听说中国医疗队 免费给附近村民看过病 他建议万维爷爷 去中国医疗队看一看 万维爷爷来到 卡拉昆仑驻路指挥部 恳请中国翻译讲真效 帮忙联系中国医疗队 他说我老伴如果死了的话 我这几个孩子我都养不活 治疗不好也是这样的 在家里面也就是等死 我给医院的医生一说 医生和护士坐着急补车 到帕斯村就急功力远 到他家去看 令万维一家没有想到的是 面诊几天后 中国医疗队决定对比比丽莎 进行免费治疗 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手术 和精心护理之后 比比丽莎得以康复 万维一家也因此和中国 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奶奶特别喜欢中国人 中国的CCTV节目 他就看看中国人 我爸爸的朋友他们 也是跟他们一起坐 啥都不会说 但是跟他们一起坐 都说坐那就开心 每次有开心的 他说感谢这个人 救了我今天活的 也能看这个好日子 也是看孙子 1986年5月 卡拉昆仑公路正式通车 家住公路旁的万维父亲 马基隆 成为了一名司机 常年往来于巴基斯坦和中国 对于曾经有过救命之恩的 中国医护人员 万维一家人心中的想念 与日俱增 尤其是万维奶奶 比比利沙 他几乎每天都在家里提起 希望在有生之年 再次邀请中国医护人员 来家里吃饭 可是由于中国医疗队 在卡拉昆仑公路通车前 就撤离了巴基斯坦 外面一家人 早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络 为了接触到更多的中国朋友 父亲马基隆 不仅专门到中国学习中文 还常年带着旧照 逢人就问 是否见过那支 对他们一家 伸出过元首的中国医疗队 直到2011年 一名中国人的出现 让万维一家看到了希望 告别家人 万维一家三口 踏上了感恩之旅 感恩之旅的第一站 就是探望帮助他们 找到中国医疗队的甜念生 父亲马基隆曾告诉过万维 1978年 当时21岁的甜念胜 在卡拉昆龙公路一支队 担任电影放映员的工作 他工作的地点 距离万维家所在的帕苏村 十几公里左右 如今66岁的甜念胜 已经从湖南岳阳的 一所中学退休 并在当地安详满年 自驾十个小时后 万维一家在晚上十点半 赶到八百多公里外的岳阳 在宾馆休息一晚后 他们来到甜念胜的住处 万维 你好 两年不见了 对 两年不见 对于万维一家的到来 甜念胜和老伴非常高兴 他们一早就出来迎接万维一家 甜念胜与万维父亲马基隆 相识已经十二年了 在万维的心里 甜念胜像家人一样亲近 这啥 我给你开个东西 一到家 甜念胜就从衣柜里 取出圆巴士穿过的羊毛外套 这就是我们当年 去你们巴士坦的时候 发的一件大衣 太冷了 夏天 一到半夜 还要盖棉大衣 还要盖杯子 盖这个大衣 1978年到1979年 五百多个日夜的圆巴生活 给甜念胜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2011年 退休后的甜念胜 带着一位圆巴烈士遗属 来到巴基斯坦 这次巴基斯坦之行 他结识了帮忙翻译的 万维父亲马基隆 他说他们家 有很多恩人在中国 他说我自己已经找了几十年了 我找不到 听了万维父亲马基隆 所讲述的故事 甜念胜十分感动 当即就帮马基隆 寻找起中国医疗队 我就吹牛 我告诉你爸爸 太简单了 我马上就会找到 谁知道 我回国以后 疑问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情 由于万维一家 把比比丽莎的入院时间记错了 导致甜念胜找到的并不是 挽救比比丽莎生命的 那支中国医疗队 直到2014年10月29日 万维奶奶比比丽莎去世 他们还是没有找到中国恩人 去世前 比比丽莎 曾把全家人叫到床前 说出了自己的临终遗言 不仅远在巴基斯坦的万维一家人 没有放弃寻找 在中国的甜念胜 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他给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栏目组 发出了寻人请求 2017年在节目录制现场 万维父亲马基隆 终于再次见到 挽救比比丽莎生命的 中国医护人员 令万维一家人感动的是 这份友谊 这份友谊还延续到了第三代人 万维的身上 2017年的这次相聚之后 万维又在卡拉昆仑助路工人 田念胜和蒋家喜的资助下 来到苏州职业大学 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留学生活 万维说 他在中国的生活并不孤单 不仅卡拉昆仑助路工人们 非常关心他 卡拉昆仑中国医疗队的 医护人员们 也经常带着礼物 来学校里看望他 在中国 万维感受到浓浓的爱和温暖 他希望一辈子都留在中国 留学期间缘分悄然而至 万维在高铁上遇到了 正在出差的兰州姑娘王娜娜 相识之初 由于万维的中文不太好 王娜娜只是把她当作普通朋友 万维也没有详细讲过 自己家的故事 直到有一次 王娜娜和朋友们一起到巴基斯坦旅游 受邀到万维家里做客 她才真正了解到这个巴基斯坦家庭 曾和中国结下如此深厚的情愿 她爸爸中文说得挺好 说当年 奶奶是被中国人救的 中国医生住的地方 然后万维的父亲就站起来 站起来就给我指 听着万维父亲马基隆 讲到中国医疗队 挽救万维奶奶生命 王娜娜忍不住感动落泪 奶奶的身体里面 一个巴基斯坦的老人身体里面 留着咱们中国人的心 我当时就没忍住 到现在说起来 挺没可能 真的 我昨天就哭了好几场 万维一家的感恩故事 让王娜娜对万维的好感 逐渐加深 2019年 万维和王娜娜组成家庭 在河南新乡安家 如今他们育有一儿一女 在新乡做商品贸易生意 每每提及 现在在中国的幸福生活 万维就说 如果当初没有中国医疗队 伸出援手 自己就不会走出小山村 在中国拥有事业 拥有美满的家庭 他发自内心地 想要感谢当年 拯救过奶奶比比丽莎的 中国医疗队 拜访过田念圣 万维得知了 曾给奶奶比比丽莎 做手术的三位主导医生之一 张永水的近况 今年74岁的张永水 已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73医院退休 现在和老伴 在河南郑州生活 万维从田念圣那里 得到了张永水的住址 晚上他播通了远在巴基斯坦的父亲 马基隆的视频 听到这个消息 父亲马基隆十分高兴 他拿出自己珍藏已久的照片 尽管时隔多年 父亲马基隆依旧能清晰地指出 救治万维奶奶的中国医生和护士 父亲马基隆告诉万维 1978年 当时29岁的张永水 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73医院工作 来到巴基斯坦洪扎地区后 他在卡拉昆仑驻指挥部 中国医疗队里 担任普外科医生的工作 是万维奶奶比比丽莎的 主治医生之一 近几年 由于疫情的原因 万维父亲马基隆 自上次找到恩人过后 一直没有机会来中国探望他们 这也成为了父亲马基隆 心中的一个牵挂 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 万维和妻子王娜娜 带上三岁的女儿热丽亚 踏上第二段感恩之旅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车程 万维一家来到张永水家中 得知万维一家的到来 张永水和老伴非常激动 老两口早早就守在客厅里 热情地迎接他们 那爸爸身体好吗 爸爸挺好的 妈妈身体好 张永水非常挂念万维一家 这场相见 他期盼了太久太久 说 这是去白亚的 父亲给我这张照片 这个像我不像 对 像 看到照片 45年前的巴基斯坦工作的经历 涌上张永水的心头 火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 数千输血工作却遇到了突发情况 当时由于当地村民没有经历过输血 对输血普遍存在恐惧心理 手术当天符合输血条件的村民 都没有过来 手术迟迟无法开始 正当万维一家为此事交集万分的时候 卡拉昆仑公路的十几位中国驻路工人 赶到手术现场 为比比丽莎输血 经过一整天的手术 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们 从比比丽莎腹部 切出了一个重达3700克的肿瘤 这次手术非常成功 在巴基斯坦当地 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张永水回忆说 术后为了照顾比比丽莎 中国医护人员分成三班 昼夜不停地陪在病床前 轮流给他按摩理疗 叶吉林医护士给我说 他说手术以后 十几天他这个病患不拉大便 结果这个医生检查他说 他有便秘这个情况 那怎么办呢 最后说没有什么办法 就戴上手套 用手给他往外抠 手术一个月以后 比比丽莎在中国医护人员 无微不至地照顾下 逐渐康复 可以回家休养了 令万位一家人感动的是 每隔几天 医护人员还是会自发地 带着营养品来家中 探望比比丽莎 中国医疗队 挽救比比丽莎生命的故事 也很快就在帕苏村里传开了 中国医护人员成为了 这个巴基斯坦北部村落里 最受欢迎和尊敬的客人 去了以后人家也很热情 家庭的农村也很穷 杀了鸡 杀了羊 早在案内 看上个月中 一人一个砸个大花花 一个花之间放一个卤比 咱去了 饭可以吃 这不会放过家 三大鸡的巴想主意 花心上心上 三大鸡就给你了 咱们没有 不好意思 我们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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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这是万伟这次回去啊 专门从巴基斯坦 给你们带着他们那边的 那个民族服装 万伟说 尽管已经过去45年 但在巴基斯坦 红渣地区的当地百姓中 至今还流传着 中国医疗队 在山区里 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 很多村民的家里 甚至还保留着 中国医疗队撤离前 赠送给他们的生活用品 这段珍贵无比的友谊 并没有因为 时光的流逝而褪色 反而在当地百姓的 口口相传中 被永久铭记 万伟一家和中国医疗队的故事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23年2月19日早上9点半 岳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举办了 喀拉昆仑公路建设故事分享会 万伟一家三口 和田念胜受邀来到现场 分享他们的友谊故事 十几位喀拉昆仑公路建设者们 听说万伟来到岳阳 也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了 他们都对万伟一家非常牵挂 这些喀拉昆仑公路建设者中 有驻陆工人 也有中国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多年 但青年时期在巴基斯坦 挥洒热血和青春的往事 仍被他们珍藏在心底 四十五年前 曾帮助万伟爷爷 联系中国医疗队的 原喀拉昆仑 注入指挥部翻译讲真效 再度为万伟做起了翻译 为了这次相聚 蒋真效特地给万伟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段跨越时空 跨越三代人的珍贵友谊 将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老朋友你好 见到你非常高兴 非常想念你 我给你的妈妈写个鞋的 谢谢你 我很高兴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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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